哈囉,我是阿滴 今天我們要來搞中的是 騙語動詞 Phrasal verbs 在英文裡面有一個奇妙的生物 看起來像是動詞 但是卻不是那個動詞的意思 然後看起來單獨 但是卻總是會帶著一個半 它就是騙語動詞 騙語動詞長什麼樣子呢? 比如說 give in 那give這個動詞雖然是給的意思 但是因為它帶了一個半 in嘛 所以give in的意思呢 就變成了是讓步 那騙語動詞重要嗎? 廢話當然重要 不然就不會拿來做影片了嘛 那為什麼重要呢? 是因為騙語動詞呢 我個人認為非常的平易近人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口語對話當中常常會使用到它 騙語動詞非常的有趣 通常來說會有另外一個動詞 單獨的一個動詞 會跟它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只不過這兩個比較起來 一般的動詞就會比較wordy 感覺比較proper 舉個比喻的話 一般動詞感覺像是穿著西裝 很拘謹很正式 那片語動詞就像是同一個人 但是他穿著T-shirt 穿著短褲 比較居家 比較casual 那我們來看一些片語動詞 跟一般動詞同意的這些例子 比如說 hit on 就是flirt 打情罵俏 turn down 就是decline 拒絕 go back 就是return 回去 blow up 就是explode 爆炸 那 pass out 就是faint 昏倒 這連續好像可以編一個故事 什麼 想要泡女生 然後被拒絕 所以就回家 然後爆發之後 昏倒 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 編題了 編語動詞雖然重要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可能搞不太懂 他要怎麼樣使用 比如說 為什麼可以說 give something up 跟give up something 都對 但是pay something for 就不對 一定要講pay for something 還有為什麼一定要是give it up 而不能是give up it 阿滴你不要再問問題了 這些人都被你嚇跑了 所以為了解這個問題 今天的阿滴文法學堂 就來幫助你搞懂片語動詞 首先我們來搞懂片語動詞的定義 它的定義如下 A phrasal verb is a type of verb that is created when the main verb is combined with either an adverb, a preposition, an adverb plus preposition, or 200 liters of human blood 好覺得沒有聽懂 對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來給大家一下中文翻譯 所以片語動詞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動詞後面加上 那副詞或者是加介系詞或者是加副詞以及介系詞 文翻美的地方就是當你想要解釋一個專有名字的時候 你就要搬出來更多的專有名字讓人家聽不懂 副詞跟介系詞的差別是什麼呢? 那他們雖然有時候可能看起來長得一樣 但是他們的作用不一樣 副詞就是用來修飾動詞的 所以叫做adverb 那介系詞的話後面呢會加上一個售詞 變成 prepositional phrase 介系詞片語 因為片語動詞有這三種產生的條件 所以呢就會有三個類型 那是哪三個類型呢? 就是type A 動詞加上副詞 type B 動詞加上介系詞 還有type C 動詞加上副詞加上介系詞 題目的沒有關係不要緊張 讓我慢慢來解釋給你們聽 首先type A 動詞加副詞 有一點麻煩是因為他們有一些是不集物動詞 也就是不需要加受詞的 比如說 go away, sit down, come back 那有另外一些則是集物動詞 就是需要加受詞的 比如說 put something away, bring something up, leave something out 不過這一種集物的 就是需要受詞的type A 片語動詞 很長 如果你要放受詞的話 放在動詞的後面或者是副詞的後面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說 give something up 也可以說 give up something 不過如果它是要放代名詞的時候 就一定只能放在動詞的後面 所以你不能說 give up it,你只能說 give it up type A 的片語動詞 因為有一個副詞在修飾動詞本身 所以他們有一個特性是 有一些他們沒有辦法直接看出來的意思 就是說它跟原本的動詞意思是有出入的 比如說 make up 它不是製造 而是胡扯 那 blow up 不是吹 而是爆炸 再來 type B 動詞加上介系詞的話呢 就一定需要有受詞 因為介系詞就一定要有受詞才能夠存在 才能夠形成介系詞片語 那這邊反之呢 如果說動詞後面也有受詞的話 就會變成有兩個受詞喔 所以動詞後面一個受詞 介系詞後面有另外一個受詞 比如說 ask someone for help 的話 這個 someone 就是 ask 這個動詞的受詞 那 help 就是 for 這個介系詞的受詞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呢 type B 的這個受詞不能夠亂跑 pay for something 的這個 something 是 for 介系詞的受詞 所以不能跑到 pay 的後面 這就是為什麼 pay something for 是不正確的 相較於 type A 呢 type B 因為是一個動詞後面加上一個介系詞片語 所以它動詞本身的意思不太會有更動 那它只是因為加了一個介系詞片語 而多加描述了這個動作是對誰跟誰給誰的 最後的 type C 就是 AB 大合體 當不及物 也就是不需要受詞的 type A 後面要加受詞的時候 就只好加上一個介系詞片語 這時候就會變成是 type C 囉 所以就是動詞加上副詞加上介系詞 比如說 keep away 遠離本身不及物 那要加上一個受詞的話 要再加一個介系詞 所以會變成 keep away from something 那再來 look out 是注意 本身不及物 所以要加一個受詞的話 就只好再加一個介系詞會變成 look out for something 如果聽到現在還是聽不太懂的話 那你可以稍微開始緊張 我在我的部落格上面有發表一個相關的整理文章 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話呢 可以給這邊去我的文章看一下 所以以上這個就是片語動詞的文法規則 以及片語動詞的三個種類的介紹 聽完這個介紹之後 你應該應該就知道 為什麼可以說 give something up 跟 give up something 但是不能說 pay something for 也不能說 give up it 了 如果還是不懂的話 你倒回去五分鐘再看一次 英文的片語動詞很多 非常的廣泛也很好用 不過要一個一個把它記起來 是需要花一點時間適應的 那當然除了一個一個背之外 也可以用介系詞的特性特質 來去猜猜看它的意思是什麼 那我下一次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做一個影片 來介紹各種介系詞的特質 跟怎麼樣可以看出來 它們有什麼樣子的quality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請幫我按個讚 這個是我算是第一次吧 嘗試文法講解的影片 就是文法學堂這個名字 是 Patenton 商標 有興趣的話 看到更多文法教學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你想要看到 我講解什麼樣子的文法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英文教學相關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在這個上面 那這邊是更多的影片 然後這邊是我剛剛講到 我寫到有關於片語動詞的 部落格的文章可以點這邊去看 And that is a wrap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 See ya 怎麼了妳很累 妳很累 妳很累 妳想睡覺 妳想睡覺 哈哈 拍攝到一半想睡覺 哈哈 真的文法 文法就不是講太久 我文法講一久 就是 我自己在教室員 講超過一分鐘 他們開始放空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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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了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